嗨,你們好,今天又來看高端對決了這一期的無盡戰區 上一次有觀眾說沒有看到棒球棍,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UR的傑諾斯有沒有對手是帶著棒球棍的 唉呦,這一次冠軍是沒有帶傑諾斯 傑諾斯到底是不是那麼厲害啊 這個反而是亞軍是帶了傑諾斯,結果他是2.1億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剛剛戰力狂人沒有看清楚,2.8億是吧 喔,這個陣容,弗雷姆搭配水龍啊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本期的冠軍 不是,這個已經看過了,我們看他對手才對,2.8億 第一場,2億,也有傑諾斯欸,那先來看一下好了 傑諾斯竟然打輸了弗雷姆,而且他怎麼去掛了怪人化的爆山啊 他怎麼會帶爆山呢,這放棄了,這他是放棄了是吧 沒有帶破洛斯 好,溫德開局速度還比較快 主要是想看一下對面的弗雷姆是什麼狀況 這邊弗雷姆也先一級 四千九百萬,他還有傑諾斯 這樣子兩隻打不贏嗎 七千萬 結果右邊他是掛了梅爾欸,那你們到底要抽什麼角色啊 這樣子怎麼辦喔 對不對,這梅爾 要抽還是要弗雷姆抽啊 搞不太清楚了 這場戰鬥一開始,右邊也不大動 這邊波羅斯一級,傷害也還好 很奇怪,這樣子怎麼贏的呢 雙方都是掛了這個弗雷姆都有的 然後左邊多了一個傑諾斯,他扣弦目前看不出的所以然 這一下過去波羅斯 鞋還沒有纏,乘以二 傑諾斯不是應該很厲害嗎 乘以二乘以三,有扣了 哇,這水龍還是強喔 不過這場不準啊 左邊他本來可能就放棄了,所以他乾脆就不打核心了 所以水龍還是很強嘛 我看不太懂他們在玩什麼欸 我們看下一場好了 哇哇哇哇哇哇,這波羅斯是可以的 對不對,有點看不懂啊 再看一下好了 這在做什麼啊 那弗雷姆都不見了啊,他在做什麼呢 對不對還是變成水龍在撐腰啊,怎麼搞成這個樣子啊 水龍也太逆天了吧 什麼鬼啊,這什麼鬼啊,是不是 看第二場,看不懂在打什麼鬼,我真的看不懂 很奇怪 只知道主角帶了一個弗雷姆 然後這個可以看了吧 這個有破洛斯到1.8億,1.8億對2.8億 這一次主人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他們都有掛梅爾欸 你等於梅爾綁著弗雷姆綁著傑諾斯 然後開局的時候傑諾斯是17款鞋 現在還有15條鞋 再一個中翔 梅爾紮盎路多,梅爾薩德4.9款鞋 哎呦,這樣怎麼沒有血那麼高啊 那梅爾是怪物啊 很奇怪,動漫裡面弗雷姆也真的有比傑諾斯強嗎 而且他剛剛是打了2.6億耶 所以也不一定要用傑諾斯嘛 對不對,也不一定要用傑諾斯嘛 這個禮拜又翻盤了 好久沒有看陸服了 一下子這個高端對決又翻盤了 弗雷姆的追擊打的牌傷 好像也夠了 好,傑諾斯 哇,這次追擊傷害沒有 還是要打個聯繫看看狀況怎麼樣 15關鞋 15關鞋 波羅斯來了 這次傷害也有了 有一些可能是殘血了 沒有爆出來 右邊傑諾斯開局17關鞋 目前就剩下3關鞋了 哇,怎麼感覺 弗雷姆可以前打後 然後搭配水龍 少殘血還是很快 這個做法 沒有科技的角色 不用科技的了 核心也不需要 然後剩一個梅爾 這場就打完了 左邊的血倒是很多 20關血都滿的 滿令人訝異的戰鬥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四強賽呢 武功長老 這個戰力應該也 1.6億啊 養老 全部掛傑諾斯 全部都被羞辱了一次 這個時候也不能說 不是,我也不想用羞辱這個詞 是吧,不過真的有點被羞辱了 因為這個傑諾斯是最新的角色嘛 怎麼每個帶傑諾斯加弗雷姆 雙層的灼燒 卻打不贏單的灼燒 然後左邊的弗雷姆 血條都很多 20關血滿的 就說明了這個遊戲一直以來 你只要走攻擊走向的角色 他都會有一點危險 尤其是沒有不驅的時候 有沒有,像傑諾斯他沒有不驅 沒有順傷閃避 就會有一點危險 這個弗雷姆是吃什麼長大啊 這個是不是點滿啦 現在這個傷害打的是很可觀的 可能是都把他點滿了 紅色的征服卡什麼的 可能要看一下他的裝備 太厲害 看不到他的裝備太厲害 好,又來了 想不到,真的是想不到 代表傑諾斯還是存活率可能有一點問題 但是攻擊力可能沒話說 因為他被暈起來了 所以存活率開始出問題 然後波羅斯再給你伺候 這一次一定也是有的 紅個一億 血條都殘了 加配左燒管之外 等一下他弗雷姆跟剛剛一樣 一直拖斬 還有麥克薩德 又來了 麥克薩德傷害也是有的 哇他真可怕啊 這誰防得住啊 又啊,傑諾斯被吊打了 扣完了 血也殘了 還有突破不去 再給你掃過去 直接給你秒完了 傑諾斯也爆了秒掉啊 這個是秒殺流啊 你已經在1.8,1.6億的玩家 親和以堪 OK,半決賽,決賽 我們來看一下四場賽 完了到了半決賽 好煩 帶著金屬騎士 還有許譜核心 那又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局呢 事實上許譜可能可以比破洛斯活得更久 因為剛剛看到了 他的垂柳呢 一直在補刀 左燒眼一直在補刀 好,帶上豪傑去減傷 還有金屬騎士 這金屬騎士可能扛不住哦 剛剛別的角色都沒有扛了 而且很奇怪 怎麼棒球棍不見啊 怎麼都沒有人在用棒球棍啊 棒球棍不是一個T0角色嘛 怎麼不見了呢 今天要看也看不到棒球棍,奇怪了 3億的梅爾薩德開局先伺候 然後再給你弗雷姆再扣血 你烏鴉開局就只有5億 烏鴉還沒有爆 爆了 再給你上一個暈眩 金屬騎士的盔甲 還沒有碎 還有11管血 再給你一個波羅斯1億 那有了 這個1億有了 然後完了之後 他等一下還有一個梅爾薩德 還有一個弗雷姆的主攻 你這樣子怎麼撐啊 先給你一個追擊 先上一層灼燒 好幾個烏鴉可能第二頭也要爆了 完了之後 右邊開個聯繫要反擊了 這一次扣血 破大王 哇 漂亮啊 5點4億啊 所以這個大神對決還是很精彩 感覺戰鬥時間縮短了很多 你沒有尻完了之後 弗雷姆再尻 夜火弗雷姆 可能他們測試了這個陣容 這樣子更穩定 因為錢諾斯他還會佔一位嘛 對不對 你錢諾斯佔這一位 你換了梅爾跟錢諾斯 成梅爾的CP值更高了 不然他們不用打這套戰鬥吧 哇 這個水龍真的是 青銅組都結束了那麼久了 還是一樣 感覺好像發生在昨天 是不是呢 好了 冠軍賽的隊伍我們一開始 上線也看過了 這場戰鬥呢 2.1億對2.8億 還是2.8億的速度快 不過這個 傑諾斯我們也注意到了 他確實是沒有很多發燒的空間 你傑諾斯可能速度要快 我感覺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速度要快 你慢了的話他這個角色可能就 稍微沒有辦法發揮全部的性能 所以下個角色是什麼也很重要了 單看青銅組感覺是很厲害 不過這個弗雷姆又是這樣子這樣子 打成這樣子 好第二下打完 關亞軍賽 這次傷害 看波羅斯 追擊的傷害打了一半四千多萬 不過對面的血經是殘了 尋覆盾牌已經開了右邊的弗雷姆 還有15關鞋 上一期也是弗雷姆的血條特別多 那個時候還很多人用傑諾斯上一期 傑諾斯是奪罐的 在一起奪不了罐 再給你一個暈眩 同樣的位置 沒有不能動 奇怪 右邊的弗雷姆打了這個血條還沒有扣 這一下傑諾斯過去能不能扣多一點呢 Ping還有十關血 這一波有沒有辦法呢 Ping沒有被燃燒嗎 身上怎麼沒有火光 郭大王還有無管血 他這個冠軍賽可能前面 看了幾場發現不對勁了 是吧就馬上換成許譜了 嚇死了 哇沒有的還是打得好痛喔 跟弗雷姆兩個這樣子弄一弄 兩個怪人這麼厲害 右邊的傷害卻打不出來追擊也打不出來 又來了 又來了 左邊的吹牛也來了 還是保持1.21 下一下可能也是痛了 點一下8000萬又有突破不去 再給你再點一下 哇 傑諾斯的存活力出問題了 剛剛這一下就看出來了 你傑諾斯先倒了 就代表存活力還不夠 不過右邊的水龍也是有的 比前面幾隻還強 其實右邊的這個戰術 就已經充分的掩屍了 有傑諾斯加弗雷姆的一個戰鬥性能了 很清楚了 雖然他戰地是沒有左邊的高速度 沒有左邊的快 不過他很清楚了 在後手傑諾斯可能是要遇到這樣的一個難題 沒有薩諾德 右邊的水龍 目前他還是有 結果馬上一個扣血沒有血了 才剛講馬上就沒血了 穿刺利劍三個全倒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穿下去就全倒了 你們覺得呢 就是這個戰鬥又怎麼樣呢 是吧 這看起來怎麼都那麼厲害啊 那我們這個傑諾斯怎麼現在是這樣子啊 搭配弟弟王是不是沒戲唱啊 這弟弟王還有沒有戲唱啊 這也快升級了 是吧 所以看完今天的戰鬥 我們來看到所有的UR角色 我們從第一隻開始看好了 第一隻UR是誰啊 第一隻是龍捲啦 對啦 12345 水龍是4欸 已經是12345678 水龍玩已經出了9個月了 時間過那麼快喔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到說 這個CP值最高的 反而有點像是前面的5隻喔 有沒有 這5隻反而CP值感覺更高 當然這個可能也高 這個不好說 狂人現在也看不太懂了 好了那我們今天看完這個影片呢 這個沒有一個結論啦 再給你們去思考一下 看看自己喜歡什麼了 我們明天再見了 祝福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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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